出现了出现了 这个扁平族的死变态又出现了 他叫做小罗 也是一个变态杀手 富二代杀人魔 爱好马拉松和战阶女 在第四集中 他杀死了一个战阶女 深深挖了女人的眼睛 却在裁发老爸的暗箱操作下 逃过了法律制裁 自那之后 小罗变成了迈阿密警方的严密监视对象 比赛结束之后 小罗在司机的安排下 往事中心赶去 变态吃着棒棒糖的模样 看起来更变态了 只见小罗再次 找了一个前途后翘的战阶女上了车 警方见状 慌忙懒吓了小罗 姑娘不知死期将近 还在为小罗打着掩护 直到听说小罗是一个变态连换杀手 他才匆忙下车里去 反正不是第一次被何叔截胡了 小罗早已习以为常 就在此时 警方接到消息 海边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何叔只能不情不愿 放走了小罗 和他高大威猛的司机 新的女士被挖掉了双眼 全身上下不满虐待的伤痕 他在受尽折磨之后 再被活活勒死 作案手法 与上一任受害人尼基一模一样 这是小罗的作案风格 然而通过肝温测算 女孩的死亡时间不足12个小时 过去的24个小时内 小罗都在警方的监视之下 她压根没有机会作案 女士叫做瓦内萨 同样是个战阶女 常在小罗光顾的自由陈阶客 女孩的耳环缺了一只 伤口没有阻止活性反应 像是死后被人深深扯掉的 看来小罗改变了作案风格 不光挖人眼睛当战利品 还会拿走死者的随身物品 和前几位受害者一样 女死者瓦内萨深性叛逆 她离家出走了好几个月 就连父母都找不到她 母亲伤心已绝 她回忆就在尽早 有个神秘人打了个电话过来 用变身计给受害人家属打电话 也是小罗的作案风格之一 女儿吸毒 站接 交了很多坏朋友 类似的电话 夫妻俩不知接过多少 所以父母压根没料到 这通电话是连环杀手打来的 也就没有报警 母亲说 由于没有及时接到电话 所以那通电话 已经被达鲁记录下来了 这是个好消息 因为警方能够获取到凶手的声音 可是等弗兰克大叔 带着小狼赶到死者家里的时候 却发现电话达鲁记不见了 只见后门的玻璃破了个大洞 如果没猜错的话 凶手听到了达鲁记的提示音 于是在警方到来之前 强行入室 偷走了达鲁记 举时太匆忙 凶手破门时 不小心割伤了自己 留下了一小片染血的木屑 即便只有一丁点血迹 也足够警方锁定凶手 却不想信赖的妹子 Samesha一时大意 将木屑暴露在紫外线灯下 整整15分钟 导致DNA不能用了 威斯塔7的破口大骂 DNA不能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 这个是常识吧 身为实验人员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求求你赶紧辞职吧 这是警方锁定凶手的唯一证据了 就这么没了 换谁不生气呢 小罗父子在执法系统中有个内应 那就是督察局的斯科特 这个死老头为了钱 甘愿当小罗家的走狗 自从女士被发现之后 他就不停联系小胖 希望小胖能够透露一些调查内幕 小胖便把达鲁记的事情 以及血迹被破坏的事情 一股脑全部告诉了斯科特 要是能找到达鲁记就好了 小胖懊恼地说道 尽管警方认定了 小罗就是杀人凶手 可案发时 小罗正在警方的监视之下 他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卡姐猜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 杀死瓦内萨的不是小罗 而是他的崇拜者 崇拜者用相同的手法作案 以此向小罗致敬 话说小罗确实有不少变态的粉丝 他们在网上 发布了很多对受害者不尽的言论 其中有条蹦跆的最欢的言论 还附带了尸体的照片 照片中的死者两只耳环都还在 显然拍摄时间 比警方到场还要早 于是警方追踪了对方的IP地址 锁定了一家狗社 这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小伙 负责给流浪狗吃心安乐死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 逆语又变态的气质 小伙借口说先去把狗狗锁起来 就在他离开后 卡姐打开了前台的电脑 原来瞎眼小伙 就是照片的发布者 他将狗锁在了后院 想借机逃跑 小狼一路玩命地追啊 终于在卡姐的帮助下 抓到了瞎眼小伙 这货是真能跑啊 此时他们才看清 小伙还带着死者丢失的那只耳环 瞎眼小伙是凶手的头号粉丝 为了能拿到死者的纪念品 他在警车上装了好几个窃听器 确保每次巡警接警后 他都能比警方先到场 然后偷走死者的纪念品 原来瞎眼小伙在五岁那年 被酗酒的肌腹和狗关在了一起 狗狗咬上了他的眼睛 于是长大后 他便靠着给狗执行阿勒斯为神 值得一提的是 演员本人格雷格西佩斯 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摇滚歌手 也是出了名的爱狗人士 原归正传 小伙的车就像是一个脏乱的垃圾场 胖胖和小狼忍着恶臭 在他的车里搜到了第一个受害人的戒指 第二个受害人的项链 如此一来 他就拥有了三个受害人的纪念品 可他是如何拿到这些东西的 难道真的只是在警方的车上 装了窃听器吗 又或者 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可众所周知 小罗才是真正的杀女狂魔 小狼在撕着的耳环上 发现了一根深色头发 瞎眼小伙是金发 所以这根头发要么来自死者 要么来自凶手 好消息是 DNA比对结果显示 头发属于小罗 小罗自以为他的不在场证明天衣无缝 没想到还是留下了破绽 对此 小罗解释道 他是个医生 而三个受害人恰好都是他的病人 他给人看病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了头发 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艾瑞克不这么想 他认定的是小罗杀死了瓦内萨 事后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声音留在了瓦内萨家中的电话达路机里 于是又溜回了瓦内萨的父母家 偷走了达路机 小罗嚣张地说道 如果我能在你们的监视之下作案 岂不是显得你们警方很无能啊 省点力气吧 我昨晚就在家里 还找了一个叫做伊丽莎白的妓女一起玩 伊丽莎白是艾瑞克的老友 她在第四集中 曾不遗余力 帮助伊丽莎白从良 没想到这姑娘再次重操就业 跟杀人凶手撕混在一起 伊丽莎白却说 自己复读母病递读书 兄弟姐妹全靠我 前夫家暴又好读 她总要生活的呀 渴望着艾瑞克失望的模样 姑娘又突然改口说了真话 她没有跟小罗过夜 而是小罗几个小时前威胁自己 必须要帮她做假口供 不然就杀了姑娘 无助的姑娘再次激发了艾瑞克的保护欲 她一把hold住了小罗的衣领 小罗朝下艾瑞克有命 对着一个静女动的动情 就在这时 小罗的司机冲了出来 保护雇主是她的义务 司机上去就给了弗兰克一拳 于是乎 司机和小罗都被如愿带到了进去 何叔劝说小罗乖乖认罪 不然就削她 小罗嘲笑何叔天真 你咋不去给秦始皇打钱呢 听说儿子又被抓了 才发父亲带着强硬的余律师来到了警局 律师交出了先前失窃的达璐基 里面记录着真凶的声音 并再三保证 这声音不是小罗的 父亲说 达璐基是她雇佣斯家侦探找到的 由于达璐基刚才失窃过 这段录音已经不能当作证据 但是依然能够起到辅助作用 凶手用了变身器 小狼用解码器恢复了原生 仔细一听 这确实不是小罗的声音 也不是瞎眼小伙的声音 那么当时给死者父母打电话的 究竟是谁呢 只对提的是 小胖刚跟斯科特透露了达璐基失窃的事情 小罗的父亲就把达璐基给送回来了 这足以证明 斯科特是小罗父子的走狗 身为督察员收受贿赂 循私枉法 一把年纪了 居然还天真的以为 小胖真的会被策反 人家可是对合苏忠心耿耿呢 由于破坏了凶手的血迹证据 萨曼莎自觉理亏 真的打了辞职申请 小胖是萨曼莎的老同事 自然舍不得姑娘离去 小胖说 这个实验室里的每个人都犯过错 与其一则了之 不如将功补过 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有利的证据 于是萨曼莎改变了主意 她仔细检查了死者的衣服 在上面发现了微量的呕吐物 威斯塔忽视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呕吐物理也能检测到微量的DNA 纯面的衣服能够抵挡海水的侵袭 最大程度的保护DNA不受腐蚀 这番操作倒是让威斯塔对这个姑娘刮目相看 两个女人当场握手言和 经过比对 这些呕吐物不是死者的 萨曼莎打开数据库检索 匹配到了一个叫做麦克的男子 这个头上不长毛的就是麦克 他很爽快地承认了自己 虐杀几个姑娘的事实 甚至连他的声音也跟达鲁基里一模一样 麦克清楚说出了作案室的每一个细节 可他的招供就像是在声音的背着台词 并且连环杀手非常享受虐杀过程 怎么可能一边虐杀一边呕吐呢 可不管是录音还是口供 都与连环杀手匹配上了 证据确凿 即便疑点重重 警方也必须承认他就是凶手 据调查 麦克没有前科 他有老婆孩子要养 并且经济状况非常糟糕 奇怪的是 就在上周 经济拮据的麦克就跟发财了一般 突然赎回了被银行收走的房子 而他的工作单位 恰好就是小罗父子名下的产业 很明显 是小罗花钱 雇佣麦克替自己顶罪 可就在警方想第二次审讯麦克的时候 却发现他已经死在了牢房里 麦克的手腕被割开 最终死于嗜血过多 替罪杨自杀了 这下死无对症 老法却却不这么想 因为他的伤口很干脆 一下子就割断了动脉 根据他的经验 自我了断的人不会这么干脆的 而是会有犹豫的试探上 人的皮肤这么厚 想要一刀割断动脉也绝非一时 血迹甚至滴落到了隔壁牢房 巧的是 隔壁恰好关着小罗 那个身强力壮的司机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罗的计划 司机固优打弗兰克大叔 就是为了能够顺利被关进拘留所 好在麦克被关进来之后 实施杀人灭口 毕竟拘留所只有两个大牢房 想要杀人轻而易举 司机的衣服上还残留着动脉的喷溅血 他将因为故意杀人被送上电影 不过他并不在乎 因为他忠心耿耿 早就做好为小罗牺牲的准备 由于替罪养死了 再加上司机拒不开口 小罗再次全身而退 他对着何叔耀武扬威 对着新闻媒体 通知麦米警方对他的百般骚扰 最后还不忘假惺惺的 同情一波受害人的家属 是小罗的财罚父亲策划了一切 可何叔无能为力 他只能默默在证物箱上 写上未结案三个大字 希望能在不解的将来 为受害的姑娘们讨回公道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为大家盘点一下 剧里的熟面孔 第27分40秒出场的女律师 是1976年出生的女星 丹尼尔比苏蒂 2001年 她在恐怖电影《鬼娃的诅咒》中 饰演女主的漂亮姐姐芭比 同年 她又在温子仁指导的恐怖神作《潜伏尔》中 饰演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白衣女鬼 也就是帕克的鬼妈妈 2002年 丹尼尔在索尼票房最高的电子游戏《战神》中 扮演罗威女神弗雷亚 她将在CSI妈咪第十季中客传三集 分别是第八集 第十六集 还有第十八集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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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